這個函數用的也非常的普遍 為什麼 因為這個MID函數呢 可以切到的次串 是Lights 跟Lights 沒辦法做到 Lights 剛剛是從左邊算過來 Lights 是從右邊算過來 可是那中間怎麼辦 如果我今天要取的是 從中間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這個是還好啦 從開始到第四個嘛 0 5 5 1 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呢 像這個 我要從第八個字 取五個字 那這Lights 跟Lights 就會有問題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 從第三個字要取兩個字 從第幾個要取幾個字呢 就必須用MID的函數來做 那怎麼去使用呢 首先一樣 插入函數裡面呢 找到全部裡面用MID MI 所以這邊請你切換到英文 打一個MI就可以了 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文字給它 然後呢 特別注意它多了一個參數 就是呢 叫 star number 有沒有 star star的意思就是說 從哪一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的意思 從哪一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 其實你只要記得 這樣的一個方式的話呢 以後你要取任何的參數都非常容易 MID算是我覺得比Lights跟Rights還要好用 甚至可以取代啦 你只要一個就好 為什麼 你就算一下嘛 從哪一個字到哪一個字就好了 那如果Lights就從1嘛 就多一個參數就是1 第一個字 然後呢 取幾個呢 取四個字 取四個字 這樣就好了 然後按一個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有一個問題 它裡面原來格式是怎麼樣 原來格式 像這個是故意做的 你覺得奇怪 很多人發現說 這個地方 奇怪怎麼做出來是公式呢 請你把這個地方選舉 按右鍵 以往在2003的時候 上面有一列啦 叫什麼 儲存格格式 格式裡面有儲存格嘛 可是在2010之後呢 你會找不到 那我比較建議說 如果你習慣2003環境的 你可以慢慢適應用右鍵 因為很多功能呢 2003右鍵也有 2007以後的版本也有 那右鍵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有個叫儲存格式 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這邊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的格式是什麼呢 格式是文字 所以呢 它會用文字的方式顯示 也就是說公式也會變成文字 那怎麼辦呢 請你把它改一下 你可以把它改成 因為我們要的結果 是一個通用的格式好了 把它改回用通用的格式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不會馬上改變 怎麼辦呢 儲標再放在上面之後的話呢 再放到這裡 前面有個打勾對不對 請你再按打勾 它就輸入完畢了 就是說你更改之後的話 還要在公式裡面 做一個重新輸入 它才會變更 那底下的話呢 直接往下填滿 往下填滿的話 再做更改好了 因為其實也是參數的更改 所以往下填滿 第一個參數更改了 有沒有 變A4 第二個參數的話呢 你看喔 它要從第八個取五個嘛 它要從第八個取五個嘛